接下來觀察老師也要介紹的是集合 什麼是集合呢? 集合就是說有一個群體 它包含的物件是可以明確地指定的 這樣的群體我們就叫做集合 這樣的群體就稱為集合 這個物件我們就叫做元素 什麼叫元素呢? 就是有一個群體包含的物件是可以明確指定的 這些物件我們就叫做元素 有限集合就是說集合的元素裡面是有限個 它的元素是有限個 這樣的集合就叫做有限集合 如果你的元素是無限多個 那你就是無限集合 集合可以用什麼樣的方法來表示出來呢? 把它的元素一一列出並用大括號碼括號起來 這樣子把元素一一列出並用大括號碼括號起來 這樣子的方法叫做列舉法 比如說A等於一二三然後用大括號括號起來 這個意思就是說這個叫做集合A 這個A就叫做集合 集合A是什麼? 用什麼?用什麼樣子的東西所組成的呢? 就是用一二三這三個元素所組成的 也就是說集合A包含一二三這三個元素 這樣了解嗎?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它的元素就是這三個 那列舉法就是把它通通寫出來 一二三豆點然後用大括號括號起來 這樣子就叫做列舉法 那這一個就代表元素集合A 那這一個整個就代表集合A 那集合A就是這一個就是一二三所形成的一個集合 一個群體 那集合B寫成的是二四六八 好,一詞類推下去這樣子 好,那它其實就是什麼? 所有的偶數所形成的集合 正偶數啦,正偶數所形成的集合 那這正偶數所形成的集合呢 其實它也無限多個 所以它後面點點點就沒再寫了 所以這一個是一個無限集合 那它的元素呢有二四六八一直到後面 有無窮多個 有無窮多個 好,那這個是集合B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講到的是描述法 就是說我寫一個大括號 好,然後把它元素的習次把它寫出來 比如說是n 也許它是寫二k 二k,這樣也可以 或者二n也可以 那它寫的是n n 那接下來用一個束線 就是牽直線 牽直線把它隔開 然後右邊再寫出你這個元素的特性 它到底有什麼特性 好,比如說這個n它就是屬於自然數 就是正整數啦 那n要小於等於3 那其實這個描述法呢 如果你一用我們的列舉法的話 可以寫出來是誰 一、二、三 那就是一、二、三嘛 是不是這樣 是啊 好,所以它跟前面其實是 這個a是一樣的,有沒有 這樣可以嗎?是一樣的 好,再來b的部分 b呢也寫成n 然後畫一條鉗子線 然後n的這個形式 它的個性把它寫出來 n是等於寫成2乘以k k呢是屬於自然數好了 好,是屬於自然數 那如果k屬於自然數 請問如果我要把這個b的集合 把它用列舉法把它寫出來 它會長得什麼樣子 2 2 4 6 8 ... 是不是 其實是不是跟上面其實也一樣 所以有時候你可以用列舉法 也可以用量數法 都可以來表示集合 這樣有問題 好,那我再請問你 在這個裡面 這個2叫做什麼 叫做這個集合的 元素 元素 好,那a叫做 集合 集合 好,那這只有三個 所以它叫做什麼集合 有限集合 那這有很多無限多個 所以這叫做 無限集合 那這個方法用寫出來 特性呢 這叫什麼方法 描述法 如果把它一個一個寫出來 叫做 列舉法 得不 cutest 再이드 lever 我們 來 超級 對 谢谢大家